喜歡電影的人 通常會對四肢愈合不陌生 而看過四肢電影的人 無論是哪一部 也一定忘不了片中這個女演員的精湛演技 他重演快60年 一生中演過100多部電影 除了是四肢導演的御用影后以外 他也履獲日本金像獎 與各種國際大獎肯定 被譽為日本人最喜歡的國民奶奶 即使在螢幕之外 他也活得非常精彩 與灑脫 例如 他曾經離過一次婚 然後和玩搖滾月的第二任丈夫相愛相殺 分居了整整40年 卻仍深愛彼此 或者是在一次電視台的紀念拍賣中 因為覺得自己好像沒什麼東西可以賣 乾脆賣掉了自己的藝名 然後改個名字 重新開始 2003年 他因為視網膜玻璃 導致左眼失眯 2004年 確診乳癌 10多年間 他一直都在病痛中度過 但他不是很熱血的想戰勝病魔 也不會消極沮喪 他就只是很坦然 很平靜 很灑脫的活著 有一點精力的人都會明白 這有多不容易 他 叫做 今天來聊聊 他的觀點 字幕提供 我想要的不是快樂 而是覺得有趣 字幕提供 快樂是客觀的 但是要能投入其中 才會感到有趣 人生在世 如果不覺得有趣 就很難走下去 請用有趣的眼光 接受所有的事物 輕鬆的活著 不需要太努力 但也別太消極 不論是遇到多麼不幸的事 某個地方 都一定會留下一盞燈 當然幸福也不會一直持續 當自己走到死無同時 不要只看著沒有出路的地方 可以試著稍微退一步 退的這一步 就是那有趣幽默的眼光 有了這樣的餘裕 就不會覺得人生那麼一無是處 不論是一個人 兩個人 就算有十個人在 寂寞的人 還是會寂寞 光會灑在所有承受生命的肉身之上 只是接受光的我們 有時候會因濃霧瀰漫 或艷陽高照 而覺得那光時安 時亮 接受不方便 將自己放在那個框架之中 變老 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覺得得了癌症而死是最幸福的 可以收拾好自己的東西 能做好事前準備 然後死在塔塔米上 沒有比這更好的死法了 很多年輕人喜歡築起高牆 將自己關在裡面 明明可以自由地活著 卻要讓自己活得很辛苦 真是太奢侈了 牆壁本身 明明是不存在的啊 對於那些超出自己的存在 我不抗拒 也不承免擔逆 只希望能更自然地共存 我希望自己臨終時 不是在醫院 而是在自己的家裡 我想告訴孩子與孫子們 死亡 只是日常中的一件事 如此一來 他們就不會那麼害怕死亡 也會知道的珍惜他人 2018年8月 樹木犀林如他所願 最終在家人的圍繞下 平靜的過世了 所謂的幸福 並非時常在那裡 而是要靠自己去發掘 這是樹木犀林 告訴我們的觀點 有名其他人 我當然是 是否認識 這位是有名的 財務 是有名的 是有名的 是有名的